來玩這款遊戲 神域 一開機就直接進來了 他沒有伺服器可以選的 怎麼會這樣 戰鬥吧 這風格有點像幾個月前那個 安心亞代言的 叫什麼名字我忘了 他剛剛是講英文嗎 哇 講英文了耶 角色是挺香的啦 但是講英文 講日文的話就還好 英文就 感覺就是少那個 氛圍 打到新英雄咧 角色都畫得挺帥的耶 妹子也挺正的啊 這個黑卡地 他為什麼 不是角色呢 戰役 好吧 繼續戰鬥 畫質還不錯啦 就是 玩法啊 比較一般的一些喔 他在打的 進行中啦 你大概都能猜得出 玩法大師 是怎樣的 來 繼續戰鬥 解決 喔 發育不錯啊 前排 每個角色的動作都是挺生動的 細部表現還算是可以的 然後 自動跟加速的話 在新手教學就有了 這個過程中就有了 所以戰鬥節奏還算可以 打不過 然後會有人來支援 欸 打過了耶 我想說會有人來支援 欸 打過了耶 我想說會有人來支援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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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英雄祭壇 角色 估計都一樣的喔 這個妹子不錯 哇 風可以再大一點嗎 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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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遊戲如果在兩年前出會非常驚艷 現在驚艷度是還好 但是他做的不差 遊戲如果本身有推出過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分享出來 你看這妹子好正喔 整個遊戲的亮點就是那個妹子 哎呀他轉幾次啊 我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了嗎 我不想再轉了 有沒有跳過動畫之類的 我還有很多名字 天神的魔法 夜夜 黑夜 甚至是天神的魔法 但在實際上 我就是天神的魔法 這什麼啊 誰攻擊我的村莊嗎 呵呵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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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攻上啊 還要攻上這個羅盤核心啊 那真的是很可憐 因為他這個地方是非常無聊的 呵呵 蛤 來吧 來看能抽到什麼角色 有金色的喔 哇 我能肯定一件事情啊 這遊戲match很少啊 香度不夠啊 欸為什麼match紫色的 懶的都SS啊 是做男輕女嗎 應該不會吧 還是 女生都賣很貴 弄在手足那邊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 第三天 第七天都送match 哎呦 原來 這個Edan好正喔 原來他懂得 怎麼賺錢 只弄一個啦 好 很基本的系統 如果最近的遊戲 如果你不喜歡玩的話 這款倒是還是可以考慮的 我覺得本身是做得不錯耶 比較適合 很少在玩放置類型的玩家們 你常玩放置類型 你可能會覺得 會比較無趣一點 畢竟玩法都大同效益啦 這款遊戲最大敗敵 就在於廣告 他沒有什麼在打廣告 這個 你如果讓那些 免洗遊戲的遊戲商來打廣告啊 要找個代言冷的話 我看應該是還不差啦 得到的效果 哈哈哈哈哈哈 嗯 這款遊戲嚴格來講 二月就應該要推出了 一二月那個時候是遊戲荒 還沒有出 現在出的話 有點可惜啦 我感覺起來 熱門度還好 還是網路還未發展嘛 這遊戲就這樣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系統 現在目前是一隻數而已 所以很多還沒解鎖啊 他的他的推關 好像沒辦法切換耶 這奧丁 30 要課金啦 手除啊 手除送你奧丁 又是懶的 不會課嗎 不會啊 來 尊祥卡 這邊是月卡 永久會員卡 六百七再加六百七 一三四零 再加一百七 一五一零 哇 一五一零耶 哦 他有把製作的成本 完全的還原在 遊戲的價格上啊 MAS都還不錯的 你看 誒這MAS是真的做得非常好耶 很可惜 啊 推出的時間 這邊 阿提米斯 有UR的耶 哇哩咧 那你送SSR突然就感覺弱掉啦 這邊是商店 剩下的應該不用多做說明了吧 我們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新手任務 OK 還有這些 好啦 嗯 沒有 我手頭上 手頭上 目前有太多遊戲要玩了 這款遊戲的話 體驗試玩吧 整體還算是不錯啦 中規中取 然後畫面 立會非常棒 遊戲就玩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等一下 你看 好空喔 你這開服不行啦 這開服 郵件都是空的耶 要求我 有點窮痠啦 大家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